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泡新闻 台北FM98.1 News98 98新闻台 今天进行的单元陆续登场 陆续退役少将 也是前中正理工学院的院长和教授 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话题 就是从贝佐斯的太空之旅 或者是近太空之旅 到游牧人生 Normaland 贝佐斯 飞上了大概离地球100公里的内太空 上去了几分钟又下来了 当然出了一阵子风头 也让很多 我相信对于太空有憧憬和向往的人 也会多一些鼓励 但是贝佐斯他下来之后发表了一些谈话 好像跟我们现在所关心的人类环境 或者是地球的环境 是有一些冲突的 来我们来谈谈贝佐斯的感言 这个感言听起来 他好像还蛮关怀地球 是 他看到地球 他发觉 哎呀地球是一个很漂亮的星球 是吧 对对对对 所以他觉得为了让地球 这个维持美丽 要把重污染的工业搬到太空去 这是他的话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 他还是要维持着 有重污染的工业 对吧 只是把它搬到远一点的地方 听起来好像还蛮有一点 想要热切地解决污染问题 可是好像也意味着 他是支持那个造成污染的体系 还要存在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到底是 是有远见呢 还是 还是那个路有二十股的那种 那种程度的这个自大与无知呢 这个因为我们知道 贝佐斯之所以有钱 有经费可以去太空 很重要的原因是 我们现在这样子的法规制度 之下容许亚马逊 这个以亚马逊森林 好像同名吧 这个为这样子的公司存在 让他有足够的钱可以满足他的梦 可是在这个同时 这个公司却是让这个世界走向灭绝之路的一个 我认为是一个 两个礼拜以前我们是提到了 五大科技公司里面就有他一个 对 最代表的一个 他虽然不是这个公司的CEO了 可是在他的感言里面好像也还提到了另外一个跟他的行业有关的 那就是他要制造一种AI 就是说他为了专心从事他的太空梦 所以他不是这个不当CEO 他已经离职了 刚刚离职了 但是他离职前最后一封 以亚马逊CEO身份给股东的信 今年4月的信 4月15号的时候 他有这么一封公开信 那这封公开信 说的也是非常的棒 就是他说 他期待 这个接班人让这个亚马逊变成地球上最好的雇主 与地球上工作最安全的地方 这是他写的公开信 所以你很难说他没有说他要做好好的 他在这个信里头就是你刚刚说的 他特别提到了说 亚马逊正在开发一种运用复杂的演算法则的自动化排班系统 这个系统利用AI利用大数据 让这个员工不要做重复动作的工作 多到造成他的这个有所谓的叫做肌骨失调症 肌肉跟骨骼的失调症 所以我们很清楚的这个信的背后 其实很清楚告诉我们说 亚马逊的员工 最常见的所谓的工作伤害 工伤 就是肌骨失调症 所以 因为他重复的动作做太多次 是 而且他是用非常现代化的量测工具 每一个员工都被随时随地的量 比如说那个picker 那个拿货品的 就我买的东西各种货品 在各种不同的架子上 要去拿货品的 那个picker的那个scanner 上面是有GPS 有计时 有所有东西 那packer也一样 包东西放到盒子盒子 包装的 包装的 所以这个都有量的 多少秒 就要包一件物品 稍微慢一点 这个就会有警告出来 在亚马逊这个工人 有最重要的简化的说 有两个数字非常重要 有两个量测的数字非常重要 一个就是这个叫做rate 就是量你多快完成单一一件动作 一个动作叫做rate 另外一个他们简称叫tot 叫time of task 就是完成一件工作的时间 其实拿一个货是一个task 这两个中间的时间稍微太久 你就会拿到警告 警告多到多少 他有记点 多到多少以后 你就被fire 所以亚马逊的现代管理 我们如果从效率的概念来看 它是最极致的现代管理的 最极致的效率 可是如果我们从一个人 作为人活着要怎么活 那这些很不幸这些人 好像跟我们读到19世纪的黑奴 那个农场的浙糖厂 棉花厂的那个主人 对待黑奴 也是一样的 差不多的 好像也没什么进步 是吧 是 好的 可是贝佐斯的这个感言 好像跟我们接下来要谈的 Normaland的电影 也有点关系吧 是 因为游牧人生里头 电影里的主角 这个在里头的工作 其中一个地方 就是在亚马逊的叫做 愿望实现中心 就是仓库啦 就是名字非常好听 是愿望实现中心 叫fulfillment center 我翻译的 这是我翻译的 fulfillment center 对对对 这个在这个里头工作 谋取生活的 这个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工作来源 收入的来源 游牧人生的这个 真的调查报告的 写出来的一本书 改编成电影 里头有有场景是 是那个女主角叫做 Francis McDormand 在戴着亚马逊的帽子 在一头工作的那个 就是亚马逊真的让 这个电影的这个 摄影进去拍了 那也因为这样 所以或许 由于亚马逊 对这个电影的协助 所以这个电影里头 没有让观众感受到 这个亚马逊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公司 那也因为这样 所以我不是用这个 电影好不好 来讲这个电影的话 这个电影传达的讯息 是有误导的 是有误导的 所以我们如果用这个作者 写这本书 原来的作者东西来说的话 可能让我们更清楚看到 这个我想要跟你谈的 就是说淡水派资本主义 的整个价值体系 跟我们要活在一个 什么样的社会 人的价值 还有跟地球 跟环境的关系的话 可能 这可能是一个大的问题 但是我们既然提到了电影 也可能有很多朋友 不见得看了这个电影 是 我们把它值得重视的 一些内容细节 特别是跟原著的调查报导 是 比较接近的 这个内容来说一说 好吗 是 女主角 名字 电影和名字叫Fern 是虚构的 其他大部分 另外有一位男士 是虚构的 是演员 职业演员 其他几个重要的人物 比如说那个Linda May 或者是那个Swankey 还有那个 Bob Wells 他们都是 真实的人物 写这个书的 Jessica Bruder 花了三年在美国周游各地 真的采访的人 他们演他们自己 是 他们演他们自己 但是里头有些故事 当然为了电影的好看 就把它稍微变了 并不是 完全照那个 是 作者书里头 所看到的 采访到的 这些人 那这个电影里头 主要谈的是 这些老人 因为他们都 都六七十岁了 是 老人在 2008 这个经济大衰退之后 他们的家庭 受到各种不同的因素 变成 从中产阶级 变成了 这个贫困阶级 变成是 连家都 负担不起了 所以只好住在 轮子上 的 这个故事 但是 这个故事里头的 这些角色 他们基本上人生 面对人生的时候 还算积极 所以电影 我并看不出来 这个 他并不是 当然我猜电影 并不是为了表达 这个美国整个社会的 结构性的不公 不意义的这些事情 所以 所以 所以我不是说 要说这个电影不好 我想要表达说 这个电影背后 还有很多东西 我觉得我们可以 借这个节目来 我跟大家做一些报告 既然是改编子 同名的著作 我们就从原著 来说起 好吧 是 所以这个作者 在奥斯卡颁奖典礼 前一天 纽约时报 登了一篇 他写这本 关于这个 No Man Land 这本书 的里头有一个 有一个讯息 这篇文章的名字 是这个 游牧人生 曝露了 关于美国人的 某一种恐惧 某一种恐惧 Fear About fear in America 在美国的 这个恐惧 什么恐惧呢 他用这个 电影里头的 有一幕 这个电影后 有一幕是 Fern 这个女主角 在他的那个 狭窄的小小的 驾车里头 在吃东西的时候 结果 有的人在敲门 所以 这个书的作者呢 就用这个 The Knock 这个敲门声 来讲 说美国 这些住在轮子上的人 他随时随地 有的其中一个恐惧 就是The Knock 有人敲他的门 因为 要赶他走 因为车子 总要有个地方停 他总要停下来睡觉 他不可能24小时 不停地开车 是 所以这个作者自己 他在这一个文章里就讲 他当初为了写这本书 花了三年的时间 他买了一个 他买了一个 这种 房车吧 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 他就走了三年的时间 从加拿大边界 到墨西哥边界 从太平洋 到大西洋 花了三年时间 跟着这些人 其中最主要的 电影里头有几个角色 都是他在实际上 这个采访过程中间 认识的碰到的人 的过程中间 然后他自己就住在房车里 亲自体会到那个恐惧 因为他们最大的恐惧 他们因为穷嘛 所以最大的恐惧 是有一些地方的警察 对他们的不友善 甚至最大的恐惧的不友善 是车子就被警察没收了 然后缴不起罚款 那你连那个 以车为家的车都没了 是 所以这个是这个作者 写的这篇 这个文章 那他在书里头的前沿 我也觉得挑一段非常 看了其实让人心里 非常难过的 的话就前沿而已 他前沿一开始讲了 几个老人的困难 然后他就有问这个问题 他说我们一般人 常常要面对的选择 对这些人来说 比如说是买食物 还是补牙 付贷款还是缴电费 付车贷还是买药 缴房租还是还学贷 买冬衣 保暖的冬衣 冬天的衣服 还是加油 他们穷到连这种事情 都变成要抉择 所以这一群人 这一群人的人数有多少呢 照他的报导 美国65岁以上的人 还在工作的这些人 超过700万 700多万人 那当然里头有一些是 这个有足够的钱 满足这个年轻时候的梦想 周游美国买了房车的人 但是那个比例 跟是因为没有地方可以住 比例来说 还是有非常高的比例 是因为是有房子 他里头举了好几个例子 原来是很好的白领阶级 有很好的工作的 2008股市一崩盘 美国那整个这个 这个退休制度 社会制度 后来因为私有化 雷根上任之后 有很多的制度面的 结构性的改变 所以2008那个 经济大衰退之后 就一夕之间 忽然变成 刚才说的这些 是要抉择了 对我们来说 这还有什么考虑的 对不对 我们也还有健保 补牙有什么困难 就健保肯拿出来就好了 或者你冬天该买件厚衣服 你就买了 顺便去加个油 好像感觉 这是顺理成章的 对 但是有些人就必须做选择 他们必须要工作 必须要工作 所以 所以那那个里头 女对角吧 叫琳达妹 这个作者 跟这个琳达妹的认识 这个书里头 有谈到很多 她在亚马逊的仓库里的工作 是她故意选晚班 是 就是这个下午六点 工作到第二天早上的四点半 那她为什么 你看那么老的人 为什么要选晚班呢 因为每一个小时 晚班多给七毛五 七毛五 不到一块钱美金 是 多给七毛五 所以 为了这个七毛五 那她这个工作 十个半钟头 从晚上六点到早上四点半 中间呢 可以有两次 15分钟的break 是 加 另外有半个钟头 可以吃东西 因为工作那么久 肚子会饿 所以她总共只有一个小时的 休息时间 所以这个书里头有介绍好几个意外的例子 在工作的时候 这些老人 这个 要走路啊 要走十几二十公里 一个晚上 一个班 那亚马逊为了招募这些老人 他们还有专门的这个叫做camper force 叫做住露营车的工作人员 因为这些人是足工作而居 我们以前独游牧民族是足水草而居 那这些人是足工作而居 季节性工作 这最重要的季节 以Amazon来说就是圣诞节前 大约从十月开始到圣诞节 因为大家要送礼嘛 是 所以他急需有很多的人 那亚马逊是特别设计这个造亚马逊的一个原来人资的副总经理 后来退休了的说法 他们是本来就不打算有太多的这个长久的员工 贝佐斯认为人性本来就是懒的 所以 这跟贝佐斯对于企业或者是对于人的基本思维是有关的 所以贝佐斯 人就是会发懒怎么办呢 所以他的思想上 因为他很清楚人的懒 所以他用这个一方面要赚钱 所以他推出这个那个他们叫做在美国了 台湾有没有 台湾应该没有叫prime会员制 亚马逊有那个prime会员制 最推出来的时候 最先推出来的时候是两天 你要什么东西两天内送到 然后会费 他光靠收会费 每年这个会员会费就多少亿多少亿的收金 那这样因为是会员呢 就赶快要买啊 要购本啊 后来把它改成一天 美国也这么大 所以他这是因为我们顾客 customer的懒 所以我要什么 我的愿望 要马上就要实践 是 所以我们也是共犯 我们帮助他 他的商业头脑都了不起 可是反过来 他因为认为人懒 所以当他的员工 就得面对被量的 整整的我每一天要做多少事情 这个重复性的动作 picker也好 packer也好 我都要做得非常非常的精准 管得很好 所以我的效率很高 然后想尽办法要把我的负担的法律责任要没有 所以工会不让你成立 最好人员的移动力大最好了 因为人员的移动力大 你就他就不会团结在一起 对对对 不会没错 不会团结在一起 然后工作累到你回到家也没时间去团结 因为你就累垮了 回家就就就睡觉了 所以整个这个体系的设计 贝佐斯的厉害 应该是他看清楚了 我们这个人性的很多面向 他在科技上的 在这个卖杂货这件事上 最伟大的发明 恐怕是因为看清楚人的懒吧 台北FM98.1 News98 98新闻台 陆续登场单元 陆续退一少将 前中正理工学院的院长和教授 今天我们的主题 游牧亚马逊 然后就殖民太空了吗 在8月25号的时候 陆续登场的上一集节目 我们曾经提到 气候极端化以后 人类的处境正在急速的奔向灭绝 可是在我们的身边 基于各种社会制度 特别是近百年来这个极力发达的扩张的 就是不知一于湖底的资本主义极端化 也正在制造小小的灭绝 也许他是几个人 也许他是几百个人 也许他的范围 可能在一个国家的这个scale 这个规模上 可能是几千人以上 今天陆续登场 退役少将前中任理工学院的院长和教授陆续 仍然为我们来讨论一个题目 跟刚才提到的这个灭绝有关的 游牧亚马逊 刚才我们讲到的是贝佐斯的企业 但是也从贝佐斯的企业 美国的金融海啸所形成的一个新的局面里面 失去了他们的家 是 就是本来是中产阶级 我觉得我们大概应该都算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范围很宽 是 那整个这个 因为过去几十年来 这个法规制度 主流的经济政治思想私有化 包括年退休制度私有化 这个医疗制度私有化 所有这些东西的综合的结果 让2008的这个经济衰退 受害的是非常高数量的 当然穷人受的影响更大 非常高的数量的人变成这个穷人 所以这个比如说 今年6月的15号 纽约时报有一篇长文 这个用纽约市的 那个亚马逊的愿望实现中心 在亚马逊代号叫JFK8号 就离甘乃迪机场很近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它的这个fulfillment center 来做这个调查对象来讲 整个亚马逊的劳工政策相关的事情 那我很少看到纽约时报 那个那么长的文章 因为 对非常非常长 可是他一开头就 用一个亚马逊员工的太太 收到的通知开始说的 这个文章的一开始讲这个员工的太太 去年9月收到了一个通知 也没有通知 通知他先生 那个10月1号要去上班 那这个为什么他用太太做通知呢 看了后面就知道了 因为他先生已经这个新冠病毒 那个呼吸让脑受伤到 等于根本没有意思了 所以这个太太就觉得说 怎么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公司 他的员工 他缺员工 因为新冠病毒 我们讲这个必要工作者 还得工作 因为要不然别人活不下去 我们大家都因为那些必要工作者 继续活着 让我们可以过日子 所以亚马逊缺人缺到有一点 是不是乱的头症 不是一个大科技公司 不是有AI这个演算法则 理论上应该什么都很清楚啊 怎么会说我 我的先生已经是这个扮植物人状态 他的response已经没有了 因为脑都被那个都缺氧坏掉了 他用这个案例来开头说 整个这个亚马逊 对于用这个所谓的这种底层工人的态度 里头有一个数字 是对我们一般人来说 非常令人惊讶 就是他叫做员工turnover rate 就是那个一年 那个员工翻多少个 对我来说 这就有点像我们吃饭 到餐厅里去 他翻桌 对对对 一个晚上一顿晚饭 大概一个餐厅 如果能翻三桌 那就很不错了 这个turnover rate 就是说他的员工要翻几番 一般好的公司怎么会有 5%都已经不得了了 那个turnover rate10% 这个应该是这个公司有点问题了 那亚马逊是150% 他的turnover rate 是150% 所以就不用再说太多 光就看这个东西 你就知道说 他们对待员工的那个态度 可是对员工 包括替他外送的 那个亚马逊为了法律责任 避免法律责任 他为了满足prime 那个一天送达 所以他有非常多叫做 我们讲outsource外包的快递公司 那个快递公司出车祸的时候 责任是跟亚马逊无关的 他因为够大 所以他可以谈对自己非常有利的条件 可是他管到那个驾驶 连体位他都管 就是那个 身体的味道 对 不是身高体位 你以前伏兵一体 身高体重 是因为外送的人要到门口去送货 所以他连这个味道都规范 这个很像我们看过的韩国电影 那个叫做寄生上流 里面就曾经提到 那个就是富贵人家的主人 就跟开车的人说 你们身上的味道如何如何 是 那就非常明显的 是 在戏剧的电影里面 那是一个象征 但是在真实的现实里面 那是极残酷的一种歧视 是 所以 从这个一个劳工的角度来看 亚马逊变成一个是 为了生存 我们不得不去工作 因为要不然我就连桌上的 这个饭菜的钱都没有了 可是 从这个作为一个人的角度来看 在那里工作真的是非常的 人的最起码的真言都没有 所以这个就回到这个淡水派资本主义 以利润第一这个法规制度 以及我们被认知作战洗脑有关系 为什么贝佐之那么有钱 其中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投资者所谓的投资者 愿意相信这个公司可以赚很久很久的钱 我愿意把他的股票 把他这个所谓的投资市场 这个金融业 美国的这个国家现在 干分的收入来自于这种 我们叫做金融产业 是 你刚才提到的 发表在今年6月15号 New York Times这篇长文 它的标题很有趣 说是顾客们看不到的亚马逊 因为顾客看到的是高效率 是一天收到 是多少多少货 是 但是但是我觉得顾客看不到的还有一点是自己对于这个体系的认同的很多原因自己是看不到的 是 就是我们很希望方便 我们很希望不要花力气 我们很希望那些细微末节的痛苦 我不要看到 我们甚至是想要不看到亚马逊的本质 所以我们就看不到 是 是这个就像你跟那个高尔副总统的那个书的名字一样 Inconvenient truth 就是对我不方便的东西 我不要看到 没错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对 因为因为让我不舒服 对 就我们说叫做什么 视而不见吗 还是什么 就是反正假装看不到 对 这个是我们自己也要也要去面对的一件事 我们自己要面对的事情很多 刚才你还提到了一点 就是说这个亚马逊这整个的企业 是 他的运作 除了跟淡水派资本主义的这个信仰或者信念有关 好像也跟我们上上礼拜所提到的某一些浪费 或者说 对地球的态度 对于资源地球资源的一些浩劫也有关系 是 因为淡水派资本主义的这个我把它非常简化讲的话 就是这个石油在地底下拿 树林在地面上砍 这个拿 然后我把它想办法变成可以卖的东西 然后这个拿的过程砍的过程 做出来别人可以买的东西 所有产生的那些对地球不好的事 都叫外部成本 在经济学上有很好听的名词 外部成本 外部成本跟我无关 是消费者 对对对 所有的生物 所有的人 大家共同承担 然后完了以后就丢掉了 那以亚马逊来说 我只挑两个跟我们谈过的有关的东西 那个纸箱是哪里来 要砍树 所以我读到的资料是美国这个一年 整个这些所谓的快递业 亚马逊是最大宗 一年要砍十亿棵 一个billion的树 那纸箱子 我每次买东西 不可能装的刚好 满满满 所以那个空的地方 那个名词 我也是读了这个才学到 叫做air pillow 塞住那个缝隙的 对对对 叫空气枕头 就是塑胶带 打了气的塑胶带 它叫pillow 对 对我以前不知道 叫air pillow 那个捏了也很过瘾 对对对 一年用掉的air pillow 可以绕地球500圈 哇 那它就变垃圾了 所以整个资本主义 运作的这个价值体系 让我们大家在通向 走向这个灭绝之路 亚马逊森林 这个前年损失的面积 是增加非常多 所以它变成净碳排放 本来我们以为这个森林是 是稀碳的嘛 是 可是因为被砍下来 要吃牛肉 要养 放木牛 要用它的木材做纸浆 要怎么样 等等 所以就是走向灭绝之路 台北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 陆续登场单元 访问的是退役少将 前中正理工学院的院长和教授 陆续 今天我们讲的是 Normaland和亚马逊的关系 不但电影里面的 有真实的人物 是在亚马逊上班的 或上过班的 而且被turnover掉的 另外一点就是 我们刚才提到了 像亚马逊这样一个机构吧 或者是一个企业 它对于环境 有直接间接的各种冲击 刚才你最后提到了 前年到去年 去年到今年 亚马逊光是 亚马逊的这个热带雨林 被砍发的面积 就有非常大的增长 是 他们的这个 所谓淡水派资本主义 这一套 就从自然资源 不要钱 就一切以赚钱为目的 不只是砍天然资源 还 毁掉他们自己的货物 对 这个事情很有趣 就是 这个货物送不出去了 或者说是要退换 怎么样 他就 就是把它完全就给 算成本 划不来的时候 他就把它销毁 所以今年 可以更细节的描述一下 他怎么销毁这些 这些东西 今年的6月22号的时候 英国的一家电视 秘密去 亚马逊的那个 英国的倡库中心去 去调查 然后他们也照到 他们的这个 那个销毁的那个证据 对我来说 是我没办法想象 好好的东西 里头 全新的 全新的 没有及时卖掉的 这个包括什么呢 包括比如说大的 包括电视 智能电视 手提电脑 包括那个Dyson的风扇 没有开封的口罩 平均这个报道说 他们一个礼拜 弃制十万三万件的东西 你在讲 包括MacBook 弃制丢掉 对 十三万件 垃圾也没买一场 可以 可以烧的就去到 这个焚化炉 不能烧的就去 这个所谓也买一场 因为从这个 获利的角度来说 仓库的空间 是可以收钱的 那亚马逊 它是一个平台 就有一点像 那个商场 这个夜市吧 就是你外人 可以在他那 寄卖东西 所以这些厂商 没有及时 卖掉的东西 亚马逊是收他租金的 亚马逊 只赚不赔 所以白酒了卖不掉 那个厂商再把它收回去 还要运费干嘛 所以厂商也不要了 对 所以怎么办 就丢啊 所以他们平均一年 以英国的例子来说 一年可以 你看一个礼拜十三万件 这本来是生产过剩 但是这个过剩的生产的东西 丢掉了要比放置在仓库里面 更赚钱 所以干脆丢掉 是 所以我们很难 想象说 这个资本主义的商业运作形式 是这样子做的 那个外部成本 如果我们不仔细去面对 法规制度 让容许这样子的经营商业模式 以利润为第一商业模式 继续存在 我们其实是共犯 就是我们被那个成长 某一类的经济学家 告诉我们说 没有经济成长 世界没有未来 是不是 所以人口没有成长 世界没有未来 为什么 因为股票不会涨了 对这些公司来说是没有未来 可是对我们人类 我们要有未来的话 我们恐怕要重新再去面对 整个这个思维 今年好像贝佐斯也发表了他的梦 是 他要打造一个在太空里面 打造另外一个Amazon 地球上的Amazon已经被他搞完了 对 可能他果子里知道 他已经把地球弄到快要回不了头 我们如果容许他继续这样 恐怕还真是回不了头 他的梦想在太空中的Amazon 是什么样的一个局面 一个状况 我上了那个Blue Origin 他的那个太空公司名字叫做蓝色起源 是 的那个Origin里头 有一些所谓艺术家画的想象的未来太空战的图 其中有一种图我可能简单形容一下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河两边 蜿蜒的河流 是 两边有好像有草原 也有青绿色的山坡 是 然后有悬崖 有瀑布 然后还有画了一只很大的迷路 熊壮的熊的迷路 非常非常美的一个一个 自然景观 自然景观 然后上面的天窗外面还可以看到遥远的 遥远的地球 是一个蓝色的地球 对对对 所以他的Blue Origin指的是地球 地球是一个蓝色的星球 对嘛 可是这整个荒谬性 让我觉得说 明明地球就已经是这样 我们不要把它破坏 我们就在地球就好了 你弄一个这样的东西 那问题是我们谁可以去 是 你看他这一次不是那个 有一个人出了报几千万美金 后来因为这个排不出时间没去 一张票不过十几分钟 就要几千万美金 我知道我是去不了的了 何况到真的可以去说我应该已经早就灰飞烟灭了 可是这张图似乎意味着 Baitos在对于他的整个的太空事业 或者说他的整个企业的事业 还有一个违反到比较接近自然的一个状态 对啊 对啊 所以我更觉得这是认知作战 非常奇怪的一个 我认为这是认知作战 他用这些东西来说服我们大家不要阻碍他 这个继续赚钱 这些东西都不是重要 重要是他要继续赚钱 法规制度不可以改 我觉得最根本的东西是应该我们要去面对那些科学家给我们的警告 地球在走向灭绝之路 那我们容许这个资本主义的这一些淡水派资本主义继续破坏地球 掠夺地球 还不够 还要将来走到这个这个太空去掠夺宇宙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要从他们的认知作战里头要醒过来 要醒过来 对对对对 这是我觉得最大的警惕 所以我就不得不得又想到一个我还蛮喜欢的卡通片 叫瓦力 这个电影里头想象的世界是公元2805年 那个2805年的世界地球已经是变成一个巨大的垃圾场 然后这个垃圾场里头还有一些可以回收利用的东西 因为科学技术进步 所以他们已经有特别的机器人 这个代号就叫WALLE WALLE是在地球上做垃圾回收的机器 那个型号的机器人在地球上收可用的东西送到太空 因为所有的人都搬到太空 是 然后那个型号型人没人维修 最后只剩那一台 那个电影里头只剩那一个瓦力 就是瓦力 对对对对 就是瓦力 所以就变成瓦力 然后这个太空的地球人派了一个机器人探子来地球 所以这是个爱情故事 是电影里头瓦力是爱上了那个来地球探旱的人 然后他就跟着去了太空 然后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未来的人类在太空 然后过着这个有意义吗那样子的日子 因为每个人都不动啊 就坐在那去饮料看电视 就是人类想象中最符合自己懒惰舒适安逸的天堂 人类到了天堂去了 是 所以这个电影是不是试着想要告诉我们 淡水派资本主义这个没有节制的消费模式 透过掠夺地球 破坏地球 满足我的消费欲望的这样子的形式 最后的结果是让地球没有未来 是充满了垃圾 所以整个这个思想形式让我们觉得说 那个富利曼 富利曼其实很有意思 他跟他太太写过一本书讲自由的重要 然后他有一句话他这么说 他说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本质 让人们在不受胁迫或中央指导下互相合作 然后这个自由市场可以缩减政治力量 可是他又说经济力跟政治力在同一双手中 是调制暴政必然的处方 所以看起来他好像很清楚知道说 人要好好的活着 这个不可以让经济力政治力在一起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的这个淡水派资本主义 这个国家 他正努力的把政治力跟经济的暴力 跟经济的暴力结合在一起 而且不是政治跟经济的 经济的温和的力量 是暴力 是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思想 我们受这个思想 我至少我被洗脑很久了 我再告诉自己要赶快醒过来